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有多强大,首先就要看他们的科技有多发达。 如今,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到达了世界的前端,这是无数科学家们默默奔献的结果。 这些科研人员中,不仅有本国的科学家,还包括一些国外的科学家。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的研发,我国开始大量的吸引人才,而且也整体提高了科学家们的待遇。 这些待遇甚至超过很多国家,秉持着邓爷爷改革开放,包容世界的思想。 中国正吸引美国科技人才回国。 这些归谱精英回国后纷纷进入团训、金女头条和百度等公司任职。 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前归卵高管陆琪。 他回国后,成家门百度担任总裁,并负责人工智能的开发。 为什么这些中国人才愿意放弃美国的工作机会和绿卡,最终回到中国呢? 一、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多达7.51亿的管理,能带来海量的数据和市场需求。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包括美国。 二、中国市场不但催生了像腾讯和阿里巴巴这样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科技巨头,还运用了大量独角兽。 现在,全球公职最高的初创公司有商家于北京,而不是硅谷。 三、中国的互联网市场处于高速发展的红利期,中国公司给出的薪酬也超过了美国同行。 另外,特朗普在移民政策上的别人勾行,使得许多中国高科技人才十分反感,纷纷选择回国发展。 截至2016年度,中国流史人回国人员总数已达到265.11万人。 我认为这是一个民族史上罕见的人才回流潮,但不仅如此,如与我国代应优越,还吸引了众多的外籍科学家。 要知道,如果二十年前,哪个国家敢这样干,无异于质寻使路。 美国会有一千种方法让它使得连招都不剩,但如今的中国早已金飞西里。 二十年的卧薪产党,终于如了抗衡美国的实力。 如今的美国也早已不是二十年前的美国。 二十年的打打杀杀,早已让这个超级大国掏空了国库。 早已不负单年之人,尽管闹羞成龙,但真要因此和崛起的中国大党一场,还真不是立国西山的美国的最佳选择。 这也是美国这几年在国际上处处给中国使伴者,在男孩疯狂角逐,威胁中国的原因。 美国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出一出心底的那口恶气,但大势已去,无力无天。 难怪美国一些学者哀叹,二十年前大意放过了中国,才会让美国今天如此被动。 可谁能知道,中国今天的绝起,是愿了多少的心霜血泪才换来的。 如今,南台大局已定,中国的前海故岛工程震惊世界。 越南挑起西沙对视,惨被打脸,落荒而逃。 菲律宾返华总统下台,美国发动的南海仲裁不了了之,日本购买的钓鱼岛沦为妙剧。 如今,钓鱼岛的常态化巡逻已经回到中国手中,历史焦点不仅如此,我们的军舰和飞机还不断飞越, 与日本的各个海域海峡,气得日本不断看你。 对此,中国官方大潜恒复,多穿几次,日本就习惯了。 如今,中国天然成为全球最大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人类倾听宇宙的声音,全看中国。 如今,中国一带一路已全面启动, 这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堂,27日在北京燕西湖国际护议中心举行,老朋友和今总统连夜赶着飞机就来了。 此次护议后,全球贸易又多了不少空路。 不再被美国轮断,中国长安号列车微舞旋转,长达百节的货源列车网如残龙,看着沿途各国人民目瞪口呆,几乎中国巨龙来了。 是的,中国可不就是一条正在沉飞的巨龙吗? 如今,中国移动支付已全面绝起,路边就连考红组的大连都使用微信支付了。 如今,中国的千万人已经灭装,中国面对美国的隐身战机,则拥有了红球9系列防空导弹,令美国战机不再敢侵犯我国领空。 如今,中国的核潜艇销声技术已经全面升级完成,中国自己的航母接人下水,速度快到金能。 如今,中国对美国的航母舰队有了杀手链,那就是东风21B系列导弹,使导弹足以轻松击垮美国航母舰队。 消息传出后,美国航母附线防迅速后撤400公里远离中国,这就是中国速度,这就是中国国防。 前一百年龄,中国经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战争,抗律战争等等,受尽了屈辱与磨难。 后一百年龄,中国人痛定失痛,狠下心来,造核弹,造飞机,造坦克。 无人有的,我们造,无人没有的,我们也造,终于,我们用了六十年的时间赶上了西方两百年的步伐,用无数仙人的血泪换来今日的成就。 如今,我们的祖国正在惊涛骇浪之中负重前行,取得一个又一个客户,作为中华儿女其中的一员,希望中华儿女都能用自己的努力,共同点亮中华民族昌盛之火。 与其说,中国在创造情境,还不如说中国本身就是情境。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落后就要挨打这句真理。 一世为鉴,面向未来,使得持续而强劲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无万初心,秘密前行。 我们坚信,中国将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泱泱大罗,威威华下,我相信,中国必当再接再丽,重塑我中华之辉煌。 就拿中美贸易战来说,根本奈何不了中国。 特兰普的自常事要价,是沙敌一千,自水一千。 5月12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比赢会主席,库德洛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对关税表达了与特兰普总统不同的观点。 特兰普声称,美方施加关税压力,付出代价的只是中国。 但是,库德洛不正地认为,他承认,特兰普的做法,将会使美国公司税收负担增大。 这些税收通常会转嫁给消费者。 两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关税带来的影响,双方都将位置满单。 不过,他又变称,关税将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非常温和的影响,并表示关税增加了海关收入。 中美双方的贸易利率是一样的。 我认为,特兰普这笔账一开始就算错了。 2017年中美之间有5300亿美人的货物贸易。 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只卖给中国1500亿美人的货物,所以他们觉得亏大了。 总是说,中国多换了美国3760多亿美元,所以觉得打贸易账中国损失会很大。 但实际情况是,美国确实直接卖给中国1500亿美人的货物。 但是通过台、港澳等地区,美国以转口贸易的形式间接卖给中国的还有1000亿美人的货物。 这部分,富朗普没有算进去。 而中国通过台、港澳等地区,卖过美国的货物,他算进去了。 采取的是双唇标准,理由还很正式,原产地原则。 只不过原产地在中国的商品,他都算进去了。 包括经过台、港澳等地区卖出去的商品,他把这些地方只看成中转账。 而原产地在美国的商品,他就把台、港澳等地区看成正差价的中间商。 最后一张大王牌就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 我认为,特朗普这是自尝试要价。 最主要的理由是特朗普做出了判断与经济规律和现实,不是相欺甚远,而是基本南远北折。 特朗普将21世纪的世界,错当成了19世纪的月球。 他以为美国对中国增税导致美国收益绝对增加,中国收益绝对受损。 释迦19世纪,重商主义的裸吉套运到21世纪。 根据特朗普的推特,其描述的场景是这样的。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全部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与美国企业或者投资无关。 美国增收的关税全部由中国商品的制造商以及出口商承担,完全不会转嫁到美国的消费者身上。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全部是中端产品,基本不涉及中间店。 即使由美国企业从中国进口三观中间店进行加工,这些企业能够几乎不受损失地重新布局供应链。 落后的知识结构,扭曲的决策状态,以及具有显著缺陷的特性心理特征,共同导致了奎兰普与这种看似凶横,使得严重损伤美国中产兴利益的自尝试要价。 对中国使出了决粮不具可持续性的短处出击,并谋求在真实代价暴力之前的窗口期内获得总决定性的回报,在心灵和精神上压倒中国,迫使中方作出重大乱动。 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肝狼不可能是完全无感的。 在正确认识和把握美方要价内存在缺陷的同时,需要准确认识和理解中国面临的真实压力,避免出现一战而降,心宽失措,以及被动等不丁弹并对,以勇敢国群中美造略博弈的阶段性胜利,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